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我是Gina 今天的主題是要和大家分享 我最近買的一些開架式彩妝 夾夾 有看到嗎 今天我錄影的時候發生的一些 非常困難的而且 很想要揍人的事情 就是我一開始錄好一整段影片 包含就是插在臉上一邊講話之類的 好啦 現在又要沒電了 我等一下再錄一次吧 下一次我剛剛拍了 這個影片拍了上次 第一次我在拍的時候 拍完喔 肯定要拍完 再拍個畫好 然後我把記憶卡放在電腦裡面發現 我的麥克風沒有 好 接下來我就雜誌不成了 非常開心的就是衝過來 只要再錄一次 那我就錄了第二次之後 我就把記憶卡放在電腦裡面 我發現我的鏡頭聲音飛 強大的這個一定是講話便 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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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講一句話就懷一懷一懷一 好 那我 還不時期就想要把 門段影片都用進去 跟我的聲音一起錄進去 之後我就 又再錄一次 然後我相機都弄好了啊 然後開始錄的時候再講三句話 沒電了 那就是我第一次來吧 一次次錄這段影片 一模一樣的影片 應該會非常的流暢 好的 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的擦架大利品們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妝前使用的東西 它是毛孔的隱形凝露 顧名思義就是可以讓你在化妝的時候 毛孔很快的就可以遮瑕 或者是很薄薄的就可以 讓它不要這麼明顯 就是這個 這款呢 它是韓國的APIEU 妝前 這就是毛孔隱形凝露之類的 因為名字真的是每一間都不一樣 我記不得 然後呢 我要試擦給大家 它擠出來的顏色是這樣 有一點點膚色 帶一點點粉的顏色 我希望我的相機沒有太曝才好 然後但是它擦在手上的時候 是完全會變成透明 沒有任何的 潤色效果都沒有 就這樣 會有一層薄薄的 像面膜的感覺覆蓋上面 所以用量不需要太多 不然的話可能會 導致會讓你的那個 皮膚會有 越來越乾的感覺 因為它只要像在 像這裡毛孔比較多的地方 還有鼻頭啊 下巴這些部位就好了 其他的地方可以不要上就不要上 這樣才不會增加整個臉上的負擔 好的 第二樣產品是我最近 幾乎是天天用它的 那個BB霜 我上次在直播也有跟大家 介紹過就是它 它是 它是 克洛E 的 CLIO BB霜 然後它的品名叫做 Water Me Please BB 就是給我很多水吧 給我很多水吧 這意思 它的防曬係數有 SPF30 PA兩個加 防曬係數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 做完 底妝的話已經很夠了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 最近大家都追求比較薄一點的彩妝 所以粉底或者是 粉餅的用量都不會太多 這時候你就要注意一下 你的防曬用量到底夠不夠 因為如果 你擦越薄的底的話 你的防曬係數其實是越薄的 建議這時候還是被一些 你覺得好用保濕 可以當妝前乳來用的 防曬會比較好 然後這款的顏色它 還蠻自然的 它擦上來不會有那種 非常死白的樣子 因為我剛剛已經擦過很多次 這一次就是 很準確的抓到 使用的量 在AQ House買的一些小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 從 上個月開始 就非常非常想要衝去買的 遮瑕修 遮瑕打亮雙頭筆 它的名字是 先介紹這個好了 它的名字是 筆筆皆是101炫彩百搭魔術棒 然後它是雙頭的部分 韓國人他們在化妝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他們用這個筆的話 就是 姊姊在臉上當製作畫畫這樣 然後全部把 顏色都上好之後 再用海綿一次推開 覺得很有趣 深色的顏色是這樣 深色的顏色其實不會 畫上去的時候你會覺得有點深 但是 推開的時候 不會很深 所以可以修容修得很自然 而且你可以自己去堆疊你想要的 那個 顏色的 多寡 再來是亮頭的部分 亮頭的話我覺得它的質地 稍微比較乾一點 可能是你需要打亮的地方 皮膚本身就比較乾 然後推開的時候是真的很亮 雙頭修容棒真的非常的好玩 深色的部分先把臉上都畫滿 鼻子的地方也記得畫一下 但是鼻子的地方不要畫太深 不然會有點太超過 我自己覺得 再來就畫打亮的部分 畫畫畫 隨便畫 最後一定要用海綿 你可以用這種 五角形海綿 它可以一面 又亮的 一面又暗的 那這樣就不會混在一起 這樣推開之後就會很自然 推完之後是不是 有那種看得到 又有點看不到的感覺 另外還有一個是 眼影 還有眼影刷 我一直很想要找這種眼影刷 找很久 其實因為沒有很認真的找 然後那天去逛Edgy House的時候 就順便帶回來 這是一種 圓頭 然後筆頭 筆刷毛比較長 然後收散的 筆刷 它的那個質地 很軟很軟 是毛毛的成分 所以我還蠻推薦給大家 現在如果你在找眼影刷的話 這也是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眼影的話 我選的是 PK OR203 它是比較偏那個 橘色的色調 但是又帶一點粉紅色的色調 你就可以搭配這個一起洗 看到嗎 它其實是蠻顯色的 而且它的亮粉 那個 純菜感吞 蠻高的 眼影就先用刷子沾好 眼影之後 直接先 刷在眼皮上 試色給大家看 因為眼皮比較偏深咖啡色 所以擦上去的時候 不會像試在手上那麼粉紅 顏色會比較自然一點 好的 接下來在A2House我還 加購了一隻睫毛夾 但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等我用過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還買了一隻眼線筆 是 克力奧剛剛那個 BB霜的牌子 然後它 眼線筆 然後它是這種 旋轉式的眼線筆 筆頭還蠻軟很好畫 它非常防水 我出門大概7個小時回家之後 眼下完全沒有那個暈染的狀態 很好畫 大概是這樣子 像這種 筆狀的眼線的話 它比較沒有辦法拉很細的眼紋 那你就可以用 把那個筆頭轉進去之後 用 這裡的那個 塑膠 自己 用這裡把它擦出來 就可以暈出一條眼線 暈出一條 有沒有 眼線的部分 就像我現在這樣子 這個是 我剛剛說的7個小時 都沒有暈開的狀態 然後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家常眼尾給大家看 可以當做畫眉毛的藍用 我覺得顏色有點深 但是 很有氣質 最後三樣是 我在屈臣市買的三隻唇膏 最近 拍下的唇膏也蠻紅的 所以我就會去選了三隻 就是我自己覺得 在那裡試擦起來 很喜歡的三個 顏色都是這種 大紅色的顏色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大紅色 品牌的話有 妙巴黎 L'Oreal 還有露華濃這三個牌 我現在嘴上擦的這一隻是 L'Oreal的901 我的唇膏今天沒有試色 因為我想說我在去屈臣市買個 兩三隻 然後湊成那五六隻唇膏 再一起試色給大家 會比較好看 這隻 我一直會覺得它是這樣用吧 但它是用轉的 轉開來就是這樣喔 這一隻唇膏的 特色我覺得是它的那個 筆刷的部分 它是一厚一薄的筆刷 所以你在上次的時候還蠻上手的 不會說隨便就 塗出去 吐出去 因為它是大紅色 顏色還蠻明顯的 一塗出去就會很明顯 所以我覺得這隻筆刷做得非常好用 再來是 那個 露華濃的 不是 妙巴黎的 一號正紅色 妙巴黎最近的那個 唇膏很紅很紅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回來用看看 它的質地比較沒有那麼滋潤 算是偏霧面的 唇膏質地 所以它不會那麼的水 顏色打起來也是蠻好看的 再來最後一隻是 露華濃的 其實我很少買它們家牌子的東西 然後我就買了這隻唇膏 我覺得它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是在這裡 它打開的時候會有一個 波飛繩子 我覺得這好可愛 不過我覺得它為什麼 唇膏這裡要突出一塊 每次它有 擦完這樣要放進去的時候 就是會 哏到旁邊 然後這隻唇膏的話 它的 顏色的話 比較淡一點 可是很自然很自然 它是淡但是又不會唱不了色 然後 擦起來的話 比較比起這兩隻再更滋潤一點 所以不用擦護霧膏也沒有關係 好的 那就 分享完畢我這一次的影片啦 然後 我錄了太多次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了 希望你們有喜歡我這個包包裡面的東西喔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還有啊 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 或者是覺得 嗯 好像我還可以再更加油的話 就請 多多訂閱我的Youtube 還有 粉絲團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都會看 而且我也還蠻常回覆的 你說是不是 好的 那就祝大家有個愉快的一天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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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